第1天我存在 第1次呼吸尚快 少了2020 身上单凭口罩的束缚 这虚弱顺此时此刻感受到的自由 大概是连呼吸都觉得奢侈吧 25号女神下班来 有声快败 她搭着座车 前进丹安区的人爱洁生牙医诊所 除了看牙齿 应该也不能干嘛 废话 不过女神就算没有走红毯的那种超强气场 全身上下的休闲运动风 还是有篮球之神Jordan加持的 我们一个张讨好见哦 是说对台湾防疫有信心 我们也千万不能懈戴啊 看医生在几本配件口罩都没有 安嘴感好 估计这许若萱平时出入社区 对于门口正在公告 为防范新冠肺炎进入社区请佩戴口罩 嗯 干脆眼不见为敬 几分之后 约莫四十分钟左右 徐若萱的痛痛飞走之后 开始她的路边罚站实路 我左看右看 上看下看 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 说到徐若萱真谛不简单 优他兼职的第一部电影《孤魏》 票房已经冲破七千七百万咯 目前综而忘义准备再下一程 票房会要破译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 冠卷宝座恐怕不保啊 欧书帮阿姨说好破六千万会后价炸虾卷 消遍的口水准备好咯 我应该是整个圈内最便宜的监制吧 我也不知道自己可以帮到什么程度 所以我其实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 单手确认过鼻子 这嗅觉还没有失灵的监制 要来跟各位读者好好解释 所谓《孤魏》两个字的意义 不是孤独的滋味 也不是孤单的滋味喔 其实狗笔就是说 一直专心做一件事情 哼哼 本日徐若萱的孤魏 毫无悬念就是低头滑手机 哪怕跟一堆优质果片battle 让她压力山大 这个专业手势滑起来 check票房最新战况没毛病 娱乐动新闻 票房好的话会有点奔后发 报导